各位網友,你們很歡迎你又來到Anson Zhang M.M.X.I.X的YouTube Channel 好了,又到了當季日劇集集追,看完吹吹水了 放心不劇透不爆雷,有什麼呢?自己欣賞最開心 當然如果沒有興趣的網友,可以不用管 最重要就像我那樣,辛苦,回完工,沒有什麼特別事情做的情況 看日劇,日劇是我這個年紀的年代最喜歡的一個吸引的 追日劇,生活的一部份 當然,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會比較喜歡追韓劇 我都聽過一些同事說,有些韓劇介紹我看 有些我聽到過劇集,或者我錄過網上的內容都覺得很有趣 但我之前都曾經交代過,如果要看完韓劇 基本上上班的時間都不用了,忙到不得了 所以暫時來說,就當我們這種回憶 所以先看日劇 的確這段時間的日劇都當原化的 之前也介紹過,有部份簡直是開了我的視野 因為傳統來說,我們看的就是黃金時段 一般現在非黃金時段 較晚的尺度可以比較闊一些的內容都可以播放 這一套跟大家已經說了很久了 去到第六集,我沒有做第七集 所以現在我特地寫了第七集在這個白面上 免得有網友要找的時間 為什麼不記得第七集 其實原來就是好無廣道 立即跳到第八集 為什麼立即要出第八集呢? 因為很可惜,我以為一路下去 日劇一般情況下都是十一、二集的 原來它是一個短篇的日劇故事 首先每一集的集數可能屬於二十多分鐘的內容 簡單容易直接些 另外就是集數會比較少一些 估計少了三分一左右 現在就變成在第八集 我一看的時候 它告訴我原來已經是結局編 這樣完結了 所以這裡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未看的網友可以一口氣 一氣呵成八集 每集二十多分鐘 吸收了它 當然主題內容未必人喜歡 有時候有些朋友我介紹完之後 他都覺得啤酒沒什麼特別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 上班要放鬆的人士 以前有機會和同事落酒 by happy hours 不是喝大兩杯那些 不是猜妹那些 只不過真的是happy hours 一下班下去喝一兩杯 就未吃飯前這種happy hours的年代 現在就比較難了 所以就有少少看到這套東西的時間 有少少勾起回憶 它就不是去happy hours 它是主題內容大家如果有看到就知道 就是一個人很努力工作的時間 到了下班的時間 或者叫做酬勞自己的時候 為自己預備一份 一頓 豐富 也不叫豐富 精彩的晚餐 有趣的晚餐之餘 嘆一杯冰凍的啤酒去減一減壓 當然這套戲有些戲劇性的 那種戲劇化的內容 最主要就是 它為了要喝啤酒 所以又不想喝得太多啤酒 而影響了身體的狀態 所以它就特定地要做一些事情 去平衡它 這裏就是劇集有趣的地方 如果就這樣看它喝 很精彩 但如果只有它喝 有時候整個劇集 就好像人家說的 看你喝東西的 不如看敬飲大賽 所以它又要將工作裏面的一些事情 就將你預備 喝酒或者喝酒這種樂趣 連繫在一起 我又覺得說得通 所以我又追看下去了 當然 頭幾集我都介紹過 就是通常你看到它很津津有味 它亦都配搭不同的菜式 亦都挺吸引 我覺得是可以嘗試一下的 稍後時間 如果我自己有時間去預備的話 是不錯的 因為這種送酒菜 比起我們花生 腰果 炸魚蛋 雞翼尖 那些完全是不同的類別 因為它始終好像是正餐那種感覺 有時候看到它有飯到肚 有時候看到它沒有飯到肚 所以我都不知道它是一個正常的晚餐 還是怎樣 但是有些我當小吃這樣看 都覺得挺有趣 所以稍後時間都會想嘗試 根據它的方式 可不可以烹調到 所謂的送酒 下酒菜 這個部分 剛才說過單人的時間 很可能就不能夠維持這麼多集 所以去到第六集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 毒惡樂 就不如與眾惡樂 不如眾惡樂 所以它第一個部分 第六集就開始加入了一些 這樣的 叫做什麼 叫做 同事 沒錯 嘗試不是單人的去吃晚飯 去享受啤酒 第七集 都有講這些類型的事情 這次當然就不止它 跟它同事兩個人 怎樣發展的話 給劇照大家看一下 我不講內容了 有興趣的網友 就自己記得看就行了 第七集 你看到這個就是圖片的圖庫 即管開來看看 你看到 咦 有這些設施 在外面 沒錯 在外面 跟那些同事一起 能夠仍然都享受到美美 到底怎樣發展 怎樣去維持這個劇集的內容呢 大家可以看回第七集的內容 預備了旅行車 嘆啤酒好正 我亦都要講一講 看了這麼多集 這一個超級市場的店員 我不知道是店長還是店員 可能是店長來的 其實屬於 因為稍後第八集的大結局有提過他 而他不像一個普通職員 他可能只是一個職員 都不行 我覺得他做得挺有趣 他跟他之間那種交流 既遠且近 可以說距離遠也行 距離近也行 但是他們彼此 好像一種很奇怪的心靈交流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你不要理我 因為夜媽媽看日劇 有時候 日間那種工作模式 會減低了 一減低了 就好像別人那些人 開始 夜媽媽 事前上後 有很多事情想 所以會想到很多不同的想法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參考一下這位店員 叫做牛祥 好搞笑 你可以看看他的有趣表現 他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挺有趣的 我自己可以這樣說給大家聽 就是這個部分 這是第七集的整體內容 第八集又歸於平淡的部分 那什麼平淡的部分 就是做總結 好像別人的作文那樣 開完頭 總結的收尾 就要wap up他 即是包裝得他 美倫美悶 你看得到 他再一次 就說 為了要喝啤酒 他怎樣去預備他自己 和工作上面的一些聯繫 他有輕輕帶到 現在那個社會情況 即是疫情的情況 那有少少大 不是很沉重 不是很什麼 但他仍然都會用不同的角色人物 帶出 為了一頓豐富 不能這樣說 叫豐富的 每人都會有他自己的晚餐的模式 他選擇了 是叛耳啤酒 怎樣享受自己的人生 那當中裡面 牽涉到有不同他接觸過的人 做一些所謂的相遇總結 如果你喜歡看這些老土的東西 不妨都看一下 那放心 雖然有老土的東西 但是呢 他喝啤酒的樣子 實在太美美 還有呢 他預備 所謂預備的食物 都不是 就是我認為的 氣的做法 那有時候 我覺得呢 以一個人生活來講 要這樣預備食物的話 其實呢 就會很複雜和麻煩 因為每樣東西 你只是少少 但是你又不可以買少少那一下 剩下的東西 要怎麼處理呢 那就很浪費了 那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習慣了 一個人生活的時間 有機會呢 就要衡量和計算一下 那個消費的部分 始終在香港來講呢 現在呢 生活的方式呢 對我來說是比較困難一些 所以呢 枝坑色劍呢 都是一件 需要留意的事來的 那些同事呢 在第八集都會出來 然後逐一個總結的部分 那滋味的部分呢 大家都可以從他的劇集裡面 欣賞回 那整體上來講呢 就是這一套劇集呢 的內容 那當然呢 它有一個所謂的flow 就是他們那個 怎樣去演繹啊 怎樣去發展啊 這些部分呢 就交回給觀眾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你們自己可以收睇回了 那一次各八集 不難不看啊 就是不像我那樣 過個星期都在等啊 我說其實很渴望啊 每一次的日劇的出現 那所以如果網友呢 真的對於一些簡簡單單 不是很用腦 但是只是上心樂事 放鬆自己心情的話呢 這一套是一個挺很有趣的部分 那另外呢 就是喜歡喝兩杯的網友啦 又不是那些烈酒那堆啦 又不是那些呢 又不是那些呢 要精品要喝得出什麼 什麼物質在裡面那些 那些紅酒的粉酒的部分的話呢 啤酒我想最適宜的 那當中裡面也都介紹呢 其實預備啊 就是喝啤酒的時候呢 倒酒也有些技巧啊 不過我忘了在第 應該在第六集出現 那如果網友有興趣 也都真的可以看一下的啦 那好啦 那這套劇集呢 終於八集之後呢 就結束啦 那開始呢 我又會發現呢 很多劇集呢 都開始慢慢慢慢呢 就收 即是叫做收尾啦 那現在這些 就去到第八集啦 即是很明顯呢 就是有些部分呢 如果做十二集那些呢 那些呢 很快呢 就會在四集後呢 就完結了啦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整個夏天又過去啦 秋季日劇呢 又準備來了啦 那當然呢 還有幾個 其實下季日劇 我還有幾個 還沒介紹給大家 所以現在 所有系統呢 基本上制後 我講一個預告消息 給大家知道 我希望呢 八月呢 搞定了一些事情的時間呢 我的製作呢 能夠呢 就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日劇呢 其實我不是追一套半套 基本上那個季度呢 那不是太離譜的日劇呢 就是我認為是不離譜的那些啦 但是有些人呢 就不同啦 譬如好像我上次介紹過啦 《BL》那些呢 我現在少看了嘛 但如果我看完第一集 我都頂不住的話 那我免得再看下去啦 其實下季都有幾套 《BL》的日劇 在深夜那時候播 那當然你們不用管啦 因為放了上網的 所以呢 我沒有看啦 好像出了四套 我現在告訴你 最新都還有一套 不過好像短篇一點點的 那無論怎樣都好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就自己搜尋來路去看看啦 那我其實盡量想接受不同類型的片種的 但是因為實在呢 對我來說呢 就已經是太重口味了 那所以呢 我就暫時呢 有選擇的時候呢 就選到那些 那如果網友呢 有慣望呢 想跟我分享這類型的日劇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各位網友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我呢不妨呢 記得分享和讚好 給其他人知道 如果進來我這個頻道 但是又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最重要是做些什麼 當然就是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我啦 那今天呢 這段影片呢 就到這裡了 那看一下呢 這一個深夜時段呢 往後會用哪一套日劇來代替呢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有趣和好看的呢 我都會推介給大家呢 一起呢 看完之後呢 脆脆水的 那就放心啦 那現在暫時呢 我都會保持著 不劇透那個想法的 因為原因呢 我都覺得呢 如果說了出來的話 基本上都不用看了 因為有些套路呢 我們可能真的會知道的 但是呢 始終日本人呢 他那個思路呢 或者劇拍劇集的方式呢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講一個題外話先啦 講開喝啤酒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你會看到啦 那我對上一次呢 就有介紹過另一個 也是啤酒類型的 不過他不是說喝啤酒啦 他是說那位同事就是 那間做啤酒製造啤酒的公司去做事 那其實呢 你會看到啦 他就算啤酒啤酒題材也好 他有時候呢 就是 用個背景 或者做直入式 也好 現在做喝啤酒 直接 某個程度的直入式都好 那但是呢 他們的題 就是所謂的劇情的內容呢 是會有變化的 就算好像我們去看到 一些漫畫改編 那樣孤獨的美食家都好 其實他可以試不同的東西 其實是不是真的會感受得到 那樣食物的好味呢 其實不是啦 你真的看到阿松島峰 這個人興吃東西的那種滋味法 你才會刺激起 你看下去一間所謂平平無奇的商店 他自己有時候在劇集裏面看到那些商店 他自己都會說 一些很不起眼 甚至乎呢 有少少他覺得 嗯 會不會走錯入地方 走的 走錯了入某個地方吃飯呢 那樣 但一坐下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平民食堂 很多人叫經典菜 他跟著叫經典菜 他吃下去的時候 你真的會感覺到一種驚訝 驚為天人的部分 所以你才會看到呢 類似這些題材呢 拍到不知第九 第九 第九季的好像差不多 那樣 綠綠綠綠都 其實一路拍都一路可以的 因為吃呢 真的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共同語言來的 民以食為天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對於我們這麼餵食的人來說 絕對是忍不住口 所以這種題材呢 其實我只是冰山一角 介紹給大家 那如果各位網友呢 有什麼題材呢 都可以推介給我 那我都可以留意回 那只要在網上找得到 我都盡量找來看 那有幾套呢 我其實有介紹開 但我發現網上停了 更新 那我不知道呢 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們始終呢 看劇集是處於好被動的 只要找到才有辦法看 累到我呢 看了不止三集還是四集呢 繼續追下去追不到 這個呢 就是我唯一一個呢 比較不開心的地方來的 那一路我都會繼續 找一些較為有趣的劇 和大家分享的啦 那今集的時間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段影片才再談過 就這樣吧 拜拜